本地接二连三出现网络袭击事件 数十万人的资料外泄 网络保安专家表示 电脑操作系统要是过期了没有更新 就会丧失防备黑客的能力 这也是全球许多企业机构面对的最大风险 专家也指出 黑客计量层出不穷 网络保安科技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是在和黑客上演猫抓老鼠的游戏 要万无一失不能单靠科技 而随着流动通讯设备的普及化 云端服务向iCloud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可以随时随地跨平台同步储存图片 视频 联络号码等重要数据 黑客也看准这点集中火力展开攻击 美国本月初爆发的大规模影星裸照泄露事件 怀疑就是有黑客通过苹果公司iCloud储存服务的漏洞 侵入好莱坞女星的苹果手机 大肆盗取了储存在内的各类不雅照片和视频 之后在网上发布 苹果公司调查后发现 影星的iCloud用户名 密码和安全问题设置得不够精密 让黑客猜透才有机会进行定向攻击 这也提醒广大的智能手机用户 避免为所有重要账号设置同样密码 也应该尽量避免将高度私密的个人信息 放到云端服务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